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20号星期一 这个瑞银最后30亿美元收购了瑞信 但是反正方方面面都不是很满意 但是也是没办法 最后就逼到这一步了 瑞士的监管机构 就是说可以说在背后作为最主要的推手 是他逼双方不得不完成了这笔收购 可以说是近十年来 可能最大的一笔银行业的交易了 因为瑞银是瑞士的第一大银行 瑞信是第二大银行 两个都是非常大 按以前来讲 其实一般监管机构是不赞成这种交易的 就涉及到垄断 但是现在是没办法 认为再不救的话 瑞信已经就快要破产了 当然有的小伙伴说 说30亿收购是不是有点少了 那真的是不少了 这其实挺多了 举个例子 汇丰收购了硅谷银行的英国分行 你这花了多少钱吗 一英镑 你明白吗 就是怎么说 就是你乐意卖 乐意卖 你这一堆烂摊子 你卖给我 我帮你收拾 给你一块钱 你快拿点钱玩去吧 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到最后 你搞的就搞成一锅粥了 你知道吗 一个烂摊子 我能帮你收拾就不错了 能给你点钱就可以了 30亿 其实给了还挺多 这也是瑞信玩命药 所以才给了30亿 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愿意给他 当然瑞信刚开始的时候 也拒绝 不想被卖 还想自己自救 想尝试自己救自己 瑞士当局 就是说告诉瑞信 就是两个选择 如果你不接受瑞银的收购 我直接去把你瑞信就国有化 你们都变公务员 但是你说算了 还是卖了吧 你就知道 瑞银最早提出什么 是以瑞银的股票的形式支付 10亿瑞士法郎 就给你我们价值10亿的我们银行的股票 你知道吗 然后就把你收购就完了 就你这烂摊子 我都象征性的一下就完了 瑞信那边死活也不干 最终被提高到了30亿瑞士法郎 这就相当相当高了 刚开始人都不愿意给了 10亿都不愿意给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还是瑞士政府出面 瑞士政府将提供的90亿美元 弥补瑞银收购瑞信 蒙受的损失 他花了30亿去收购它 然后政府还给了它90亿 弥补它的损失 你就想吧 你就想这事能到什么程度了 瑞士央行还向瑞银提供的 10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以帮助的这笔交易 而且在瑞银的要求之下 瑞信它160亿瑞士法郎的 额外的一级债券 ATE全部捡记 全部就没有了 不算了 不还了 血本无归了 一文不值 ATI债券是为了弥补 银行的一级资本金而设 是投资者可以买的 银行发行的最高息的债券 按理说这应该就是说 但就一定风险 因为利息高 风险就大 但是就是说 当银行的资本金不足 如果出现挤兑的话 那么监管根据判断 可以触发AT1 这个债券全部捡记的条款 就说你就全球都没有了 但是这里边就比较离谱 离谱是什么 就是瑞银 它不是有32亿美元的收购款项 这个钱直接付给瑞信的股东 而不是先兑付 ATI债券的持有人 债券在资本结构里 按理说应该是优先于股票的 应该先偿还债务 然后再给股东 所以最后就是说没有办法 但是瑞银的意思 和瑞信就谈不懂 就说如果把这钱拿来都给股东更不干了 就没办法 为了能够把交易促成 瑞士政府最后等于也就不要脸了 市场规则也不遵守了 所以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经常说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 总是相信 西方是什么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市场的规则神圣不可侵犯 什么央行跟政府没有关系 都是放屁 我们都让幼儿园是相信 等到真正有问题的时候 经营危机来了 什么市场规则都没有了 什么到底都不讲了 什么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了 当然市场会担心 这会蔓延到其他银行 可能会导致其他银行的 AT1的债券价格也下跌 一看你们都这么搞 对不对 我们赶快卖了 我们不玩这东西了 而且在瑞信和瑞银达成交易之后 几个小时 美联储联手另外五家银行 提供的美元互换 就增加系统流动性 就要向你保证 因为现在担心 很多人担心的瑞银收购瑞信之后 导致瑞银跟瑞银一起破产 一起完 所以反正美联储也出来了 算是称一称 因为瑞银瑞信加在一起的话 这就是规模的相当大了 如果他们倒闭的话 会对整个欧洲形成冲击 那么倒过来可能也会冲击美国 所以美联储反正也意思意思 但是等于美联储出手 再联络另外五家银行 这实际上是六个政府出手了 你懂吗 美联储算是美国的银行 另外五家银行 那也都是政府在背后操控的 一起出来等于是六个政府 就是说携手 是政府之间的进行协商 这个完全就出于一种政治考量了 这个跟商业已经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事走到这一步都是政治目的了 你知道吗 完全谈不上什么自由市场竞争 都放屁都是鬼话了 基本上幼儿园毕业之后就别带信了 好不好 那都是哄幼儿园的 好吧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就是说 为什么说这笔交易避免了瑞信破产 瑞信到最后再不赶快卖的话就要破产 瑞信上个星期 每一天有100亿美元的客户资金的流出 所有的客户都不相信 都觉得他要破产 都开始疯狂了 挤兑 取钱 取钱的话 他如果不让客户取钱的话 就要宣布破产 他不愿意宣布破产 那么一天100亿 一天100亿 这么下去谁受了 对不对 而且股价从顶峰的80美元跌到了最后只有一块钱 所以也就是说 最后 这真的就是说火已经烧到屁股上了 再不 再不救这火的话 就不行了 把自己就烧死了 所以瑞士政府 瑞士央行等于出手 在两边的压 然后也用了一些其实违反市场的一些不要脸的一些手段 最后不管怎么着 反正逼着他们就赶快了就上轿了 就结婚 入洞房 至于到底 反正双方都不太满意 其他拿了债券人也不满意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瑞信真的是太大 瑞信如果再不管 再有一到两个星期 瑞信恐怕就要破产 瑞信如果破产的话 可能会引发瑞士的整个的银行系统的一个大的一个血崩式的崩溃 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整个欧洲的市场也要出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反正多方面考虑 最后觉得 虽然对市场 对信心 对于这种市场规则都有巨大的这种破坏和伤害 但是也没办法了 最后真的就是要命不要脸 那怎么办 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上 美国国会也开始讨论 就开始怎么办 就觉得这样下去恐怕不行 后面可能也不能够称一称 这只是拖延 未必能解决问题 美国会的讨论 是不是要公开宣布担保的所有存款 让老百姓不要再去挤兑银行了 现在发现就这么弄完之后 还在挤兑银行 那么就由政府出来担保 就是说所有的储户 在美国的任何的银行里存的钱 都是绝对保险的 就即使最后银行都破产了 美联储给你们钱 所以你们不要再挤兑 因为再挤兑下去的话 就是说不破产也得破产 伊丽莎白沃伦 就是当年跟拜登总统提名的 还记得吧 伊丽莎白沃伦 他提出要上调25万美元的存款的担保上限 就是说你现在都保的是25万美元以下的 那25万美元以上的人还比较担心 就是说要把这个上限提高 那国会就是觉得出了有道理 那咱们开始探讨 探讨就提高到多少 多少算合适 那25万你要是觉得太少了 50万 100万 150万 200万 对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反正国会现在在探讨 反正就是往上提 这样的就是说给老百姓一个信心 由政府出门给老百姓信心 让老百姓不要恐慌 经济危机的最怕的就是恐慌 出现恐慌之后互相踩踏 你包括有时候有一些群体事件也是 你看上次 韩国他那叫什么离街来着 财死人 太离街是什么的 财死人也是因为 也有这个情况 那润银的董事长 就是说他说 他说现在讨论的裁员 还为时胜早 说再考虑考虑 那瑞信就不要脸 瑞信刚开始说什么 说这个奖金工资都不会少 你们都放心 安抚他的员工 后来大家都在骂 说你们把这个银行都搞成这样了 烂成了一锅粥 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这种伤害 然后你们还什么奖金 工资 还要涨工资 要脸不要脸 后来瑞信又说 后来又说 那样我们计划裁员9000人 结果市长有点恐慌 说要不你别裁了 是不是 因为你这么搞的话 进一步引发这经济危机 对不对 因为他们 你别说 你说这银行 他们工资还挺高的 他如果此外有些人的话 这是就是说高收入的9000人失业 目前就是说银行系统这个情况 如果被瑞信裁员的9000人 可能在其他银行也不好找工作 因为现在其他银行也在考虑 就是说都在自救 你知道吗 谁还想招人呢 现在都恨不得能裁点人 对吧 瑞英也说 说我们 当然现在说裁员维持上导 但是看这意思 就是朝着这样翻译下 也是差不多了 我前两天看那哪儿 又是那个好像是Facebook吧 Facebook说要再裁一万人 上次不用裁了一万一千了 所以说裁的不够 再裁一万人 反正整个市场看起来 很快就要引起恐慌 最后就是说互相踩踏 最后看谁 跑得快 我就看 我这么搞下去 美联储我不知道 今天星期一 到了星期四 还加息不加息 如果再加息的话 那这个崩溃就是随时就要到来 大家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